众所周知,猴子是手中一个下水道英雄 无论是打野还上单都没啥优势 但是话虽这么说,总还是会有一些人 把他当本命英雄呢,阿尔比鲁阿北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阿北的第67个本命英雄 猴子,首先是对线期的基础连招 AE AQA 利用穿插普攻迅速叠满征服者和五层的被动 随后开W隐身,利用这一段小突进 选择继续拉扯平A或是撤退 然后是斩杀连招,带线或者EVE对线的后期 我们可以这样,AQA先打一套并将敌人击飞 然后W拖时间,等下一套技能CT好了以后,直接带走 最后是团战连招 从盲视野区先利用W拉近距离 在敌论防不胜防下,直接EA或者闪现EA打出群体的控制 但这样自己技能已经交完了,基本上是死了 建议有金声或者复活甲以后,可以尝试用这种连招 一般情况下,如果距离够的时候,可以留W 先压上来控一套,再交W 用W来规避伤害,拉扯一会儿,顺便判断敌情 随后打出大招的二段控制 再利用猴子的高机动性完成收割 整体来说,猴子是一个连招相对灵活的英雄 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场翡翠段位的实战 来看一下下水到猴子的强度 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场国际服翡翠局的打野猴子实战 那么打野猴子这个英雄 大家知道,其实这个版本里面它不强势 无论是野区一对狱遭遇 还是团战中,它都很难打出很好的效果 这时候小部分长得比较帅的观众就要有疑问了 哎呀,贝啊,那为什么我们这一把玩这么弱的猴子呢 那问得很好啊 那原因呢,其实也有一个很深刻的意义 那就是我本来是想玩盲僧的 然后被对面选了 所以这把我们尽量要避开对面这个强势的盲僧啊 野区遭遇是打不过他的 好,这里有一个小技巧 我们先来打野的话呢 先要分析一下两边的这个阵容 我们这边上路两个莽夫对战是最好抓的 然后中路炸弹能打小玉能 六级前不可能打得起来的 然后下路呢,拉克斯反手很强 而我们这边酒桶配这个女枪一般般 所以我们就主抓上路 手游里面其实是可以落过蓝buff直接去gank的 啊,警惕性很强 美食问题不大 我们刷一个这个河蟹,先把河蟹拿了 然后再去抓他一波 我们这把就是主抓上路 好,打起来了 盖伦很配合 读点Q技能 W上去一个E A一下Q一下 再A一下好,死了 他拉了个E闪 但是我有红buff直接烫死了 手游啊,其实是可以不要打完双buff直接gank的 因为我很快就能到三级 然后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像猴子这种弱势打野 我可以避开瞎子的第一波交分 不会被他反蹲到 因为他还在打buff 第二呢,就是因为我提早gank 对面往往会想不到,会比较大意 打完buff以后不用急着回家 手游打野不太耗血的 先放眼,看一下红buff 红buff没了 那么盲森说明在上半区附近 我们先反他的这个野怪 跟他打一波二打二 因为我现在是5G有等级优势 盖伦也有等级优势 这个胆子有点大 好,先杀一个 鸡飞 追着A E上去 别接 这坏了 那是我QCD好了 闪现一个Q收走 这样的话 这一波盲森啊 直接就奔了这个野区 只要我不犯大错误 他后面就打不回来了 因为他的优势点在于 前期对猴子是一个压制性 你看这个诺克 刚死掉 他已经复活到上弩了 行,那我这个偷红就很安全 红buff刚刷新 这盲森一般是不会直接过来的 他肯定会去下炉抓一波 这 没事,问题不大 这东西推线有点深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E上去 A一下 隐身 再一个Q技能 A一下 再A一下 这个ADC一个人敢代线到这个位置 好,这波 啊 坏 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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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椅子那儿了 还行 还行 应该能杀 好 一换一 其实不是很亏 下路是赚的 就是这盲森怎么有点神出鬼没呢 这波复活 我们想冻下这个小龙 但是被对面给发现了 中路这边呢 我是根本不想去的 因为炸弹能和我想要击杀小鱼呢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然后上路盖人帮了他一大波之后 他应该能打出巨大的优势 所以我也不想管 现在我得把这个下路扶起来 作为一个打野 我们还是要分析这个三路的情况 盲森在下路 发个信号表示我在 不要慌 我在后面反蹲 好 这波盲森炸了 这个下路不能再去了 我好好的局打成4-3了 不知不觉我又来到了下路 这波是有个机会的 九筒被抓盲森没血 两个都能杀 A一下 一个Q收 没血了 坏 单条打不过 可以杀可以杀可以杀 这个ADC 这为什么不上 这能杀呀 不行不行不行 一直换人头这样不行 真的不能再去下路了 好 这波复活 我们往中路走 先扫一下眼 这鱼嫩可以抓 有金身 我大招压个起身 大起来 鱼嫩死了 还能杀 我WCD快好了 转起来 AD跟上 W 我卡了一下 我W 我本来死不了的 我有W 我卡着WCD的 手游 国际服 我觉得最近好卡 你们在玩有没有感觉 不知道哪一次更新以后 他好像把配置要求提高了 我现在不停的调针 跳拼和卡顿 是不是 打得很难受 那时候国服A侧的时候 玩起来还是挺顺滑的 国服赶紧开个弊测吧 这玩国际服还是硬件条件太难受了 感觉就是从这个硬件上已经输了变了一半了 我们先把这个红拿了 然后先把这条小龙拿了 其实我很早就想拿这个小龙 大家一直没机会呢 对面 手有点快 这波估计要打起来 这波其实不好打 我没大招的 先秒一个 Q死 拉一下 等一下接纹CT 保ADC 保后排 我这波没大招进不去 保不住 没事 精神躲二段Q 没事我还要闪现 不要慌 哎 没想到吧 坏了 但盖伦这波发育的还行 我们这边现在17比17 正面其实已经打不太过了 也就盖伦一直在发育 第一波没白帮 他现在已经2-1了 那还可以 这个ADC好像脾气很爆啊 这波跟我有啥关系啊 我是死命保他了 根本保不住他 他来着就打野真的服 点吧 行吧 我们接下来要离他远一点 不要跟这个ADC站到一起去 感觉莫名其妙就会被锅 我现在是一个抓机会的时候 现在已经打到大后期了 就看哪边能抓住这种落单的人了 像这种对面抓我们盖伦 我们先扫一下眼 对面肯定会有一个落单的人 过来去参团的 可以 可以光辉光辉可以抓 W加速 先大刀直接上去 把它打断一下 再等于大刀击飞 ADC输出 能秒可以 好 不着急 可以躲一下鱼 我们AD怎么没了 这 打不过了吧 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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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了快跑快跑快跑 酒痛走走走走位 走位 你这个走位 坏了被他借了一段身位 我可能要死 我有金身 躲 闪现 没 没想到吧 这波没想到吧 没死 可以 逃避了 别打了呀 我回了 又打起来了 有残血可以偷 先等一下 这个AD可以偷 秒一个 小鱼的差一刀 没想到吧 还是死了 我感觉队友有点着急 这波直接被团灭了 现在22比28 我们挺逆分的 经济差的也挺多的 除了我之外 没有一个人是正数据的 全是负数据 这把有点逆分 队友开始 队友开始放弃了 这个下路 这个下路啊 我感觉是那种 心态很差的下路 就辅助也好 AD也好 就是很喜欢 直接开始 要么投降 要么什么差距 已经越来越大 我们没机会了 什么 宣扬这种气氛 对面两条龙 还好 不是龙魂 没事 现在要 打团 是很难赢的 因为我们ADC 打不出输出 会直接被秒掉 然后 我的输出 其实很局限 我这种装备 进去就没了 所以只能抓一个落单 这里可以包下这个中路 这中路 盖伦如果过来的话 我们可以先生一个五包 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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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辉 可以 没事 这波能打 这波能打 我先继续卖一波 大招 给后排输出的机会 对面AD要凉 对面AD要凉 这波再击飞一次 他们要死 死完了 死完了 可以 金身 二段Q消失 二段Q消失 坏 我们后排 我们后排 这两个满血 怎么有点逛啊 这两个满血的 后排 怎么不敢输出啊 我感觉 这波输出的机会 贼好 但还好 盖伦这波 偷得很及时 我们就得这样打 我们得先手 开一个 直接秒掉 比如说 把对面的控制 因为对面 没什么控制 对面的唯一控制 就是光辉和维鲁斯 然后这两个都很脆 如果我能切到 直接秒一个 我们这把 还是有机会 能赢的 正面 直接站定了 怎么又开始偷了 3-5 5-6 3-3 3-7 确实数据 拉了一点 这把整体 没有那种数据 特别好的 瞎子数据 好一点 我的数据 也一般 11-9 是一把挺一分的局 得慢慢打回来 但是我们下路的 心态 有点差 我们就是得这样打 不能直接 正面站定了 打团 因为一旦 正面站定打团 我们中路和下路 ADC根本活不下来 刚那波 光辉没抓到 但我们下路 被抓了 下路被也去 一个人逮了 也去一个人逮三个 这什么意思啊 他一个人逮三个 正能给他走 中路还能留 就光辉 躲了 大招击飞 往后拉一下 往后拉一下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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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子在侧面 他在侧面 我准备击飞他 击飞 踢了我 没事 他闪天交了 但是好像有点 有点难顶 大招清兵了 行到我毙了 这波打不起来了 我们这边的AOE还可以啊 他们要推进来 也挺困难的 慢慢拖 拖到最后 瞎子应该会 没什么作用 现在能做的就是 把赛路兵线推出去 然后运营一下兵线 看对面有没有落单 来收线的呢 直接抓他一个 只要抓掉一个 我们就会有机会了 好 上下路我刚都推了一波兵线 这样的话 对面人就分散开了 没有聚在一起了 上下路有两个 上路有个瞎子 这时候只要有一个人 露出破绽 就有机会了 哎 光辉光辉 光辉光辉 秒他秒他秒他 哦 闪现坏了 我没闪现 能留吗 他们应该能留 光辉还敢反身放大 放弃了吗 好 机会来了 就是得靠兵线拉扯出来 因为我们这边打团 这两个脆皮的 无位移输出 是根本站不住 小鱼的和瞎子双刺客的 所以我们只能是拉扯兵线 然后让对面给机会 而且对面的光辉 也是真的给机会 两波的都是靠光辉 来打开缺口的 现在对面少一个人了 如果还敢接团的话 保后排啊 保后排 瞎子进来了 保后排 瞎子没什么用的 主要看这个小鱼人 保后排 我大招全部交给后排 诺克进来击飞一下 ADC站这个位置 不是找死吗 AD保不住 但没事 小鱼人竟然换命了 他们死光了 死光了 我们中单留下来了 可以 这波终于保住一个 我们这两个脆皮 脆皮 AP和AD 是真的难保 因为他们是没有位移的 纯粹没有位移 这里可能能一波 32比38 这打到最后 快结束了 人头我们还是落后6个的 但我们这两个对面 这两个脆皮是挡不住的 手游拆塔是很快的 跟端游不一样 端游可能这里最多破三路 但手游就可以推高地了直接 手游可以推基地了 拆拆拆 不要打人 不要打人 不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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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隐身 nice 这基地还是脆啊 比较容易翻盘 虽然我们人头 始终都落后 一直打到最后都是落后 但是我们能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 手游猴子的全部内容 看完后不要忘记点赞三连 那么我们下期手游视频 再见